台北报道 不过参加跨年夜或者是元旦升旗典礼 很多人都会考量到交通的问题 尤其是很多人说每次倒数完之后 好像这个捷运都很难挤进去 那坐计程车到底叫得到叫不到 尤其是在信义商圈附近 光是想要叫一台计程车 等个客服人员接电话 恐怕就要等上个半个钟头 为了方便民众叫车 业者特别跟超商来合作 推出了语音专线 最快只要20秒钟 就可以完成派车的作业 电话怎么打就是等不到回应 更别说在跨年夜 想要叫台计程车 你可能得等上半小时 为了方便服务民众 业者现在和超商合作 你可以在拨打专线之后 输入超商的代码 最快只要20秒钟 立即完成派车 同时三分钟内让你马上上车 小姐你好 请问是电话叫车吗 对 打电话叫车的话 即使打进来之后 光要等客服人员 可能要等到二三十分钟以上 还没有搭到计程车 这就先花了一两百元电话费 其实对面中两个是 何报一个伤害 三四十个人电话接个不停 这里是车队的派遣中心 往年跨年夜里 就算是全员竞价 两百条专线旗开 等待轿车人数 还是照样破表 业者这回推出自动化轿车服务 不用转接 无需等待 跨年的这个夜晚 让你可以玩得更尽兴 东森新闻张俊德张嘉楠 台北筛报报导 而在跨年夜 你可能要穿多一点 尤其像这两天天气真的